112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登场 开幕典礼上热闹非凡 来自各县市各项体育团队选手齐聚 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市长谢国良亲临现场 颁发感谢壮给单项体育团体 鼓励大家多运动 我们体育会跟中华民国体育总会 跟我们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秋季运动会 运动强身健体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大家都出来活动运动 然后用舞蹈跟竞赛来让自己更健康 我想这个是家庭幸福的博二法门 也要鼓励大家多运动多健康 家人才会幸福 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会长郑锦舟 非常感谢市长的鼎力支持 非常谢谢我们谢国良市长 因为今年本来是在花年时间正好同一天 太平洋杯的国际龙坐在在花年同一天壮节 所以我们去办我们习近卫现场 习近卫现场说 那可不可以明年在他们扩大办理 我回来跟市长报告 市长马上答应说 好回来金融办 所以我们昨天陆陆细细 很多外星的钱都已经都入住 我们现在办理活动 不只说要有活动热闹 还要带动金融的经济 包括我知道 当然下午的便当 就叫了两千多个便当 多多少少 我们办活动 对金融的助手餐厅都有点帮助 很高兴啦 楼梨球很好啊 可以强生健康 来自全国各县市选手 共约两千多人参加竞赛 其中人数最为庞大的土风舞 气势如虹 展现运动后带来的健康气息 金融代表队跟台湾省的 好手组成的台湾代表队 全部加起来将近五六百人 我希望这次表演 让大家都看到 土风舞的优点在哪里 联合展出的气势与活力 在各项体育竞赛中 今天共有一个项目 包括我们的土风舞 楼梨球 活力健康舞 还有我们有氧运动舞蹈 慢速磊球 保龄球 球球 剑道 我们共有九个项目 在比赛有两千六百多位选手 希望大家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请许大家身体健康 选手们彼此切磋交流 期盼一同带动全民参与体育 提升运动竞争力 让大家更健康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